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河海所滋养 因老街而繁盛 对于银口而言 老街不仅是这座港口城市的发想地 也是它繁华的开始 沿着辽河岸边行走 潮湿的海风迎面吹来 银口西大街就位于海河的交汇处 被人们誉为是露天百年商部补物馆 直到今天 老街两旁的建筑依然保持着百年前的模样 时光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东起平安路西至德舍路的辽河老街 至今已有280年的历史 这条仅1.3公里长的老街 总立着30多座百年历史的商部建筑 它们外表看起来虽是西式门楼 但院落的布局依旧保持着中国古老的传统 岁月的光阴慢慢划过一砖一瓦 老街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历史 也折射着现实 每天依旧鲜浮的老街上 生活按照惯常的节奏 有条不安的进行 面宿馆里的老艺人 在手工台上制作着一件件精美的面宿 巷子里孩子画画 阳光下老人下棋 大宅门上的光影瞬息万变 勾勒出一壶浓郁而生动的城市画卷 清朝时期这里被称作墨沟营 因靠近河海多维无法耕种的盐卷之地 随着朝廷颁布开墾辽东的归程 来自关内的第一批移民来到这里 为了生存下去 闯关东的先辈们 只能把目光伸向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 唯有赶窗才能探索未来 这个地方又不适合公众 只能靠打鱼为生 想生存下去 必须得有一种开创精神 怎么样把营口这个码头发展起来 营口和海边可以晒岩 晒的岩运到辽河岸边 通过船外运带动了营口商贸的发展 这样闯关东的后辈在营口就扎下了根 所以说我们到营口来闯关东的人 骨子里面有一种敢闯敢拼的一种拼搏精神 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 这里的人们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 要么投身上海闯天下 老街上为航运贸易服务的大屋子 商号临次致笔 从那时起 辽河老街开启了东北第一大商部的黄金时代 日夜流淌的辽河水 让这条古破的老街运味更加绵长 站在这儿 听着身后往来船只振振的气底声 仿佛还能感受到这里曾经航运夜的辉煌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黄金水道 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逐渐被西方列强所垄断 面对着重重的困难 老街人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不断地寻找着新的应对之策 1858年 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许多港口被迫开步 其中墨沟营代替牛庄开港 正式取名营口 大量民族资本在老街上崛起 李志远的祖父李旭元就是其中之一 您祖上那个时候生意做的最大的时候 什么样的 在营口市的有十几家商号 有西一顺 一顺盛 中段是横一立 横一斧 然后到西面有西一顺油房 到北还有一顺厚 好 好 好